老闆娘最討厭的飲料 你想喝什麼嗎 妹妹來一個老闆娘最討厭的飲料 子晴 啊 你要對我尖叫 這個太黑了吧 嘿子晴我們剛剛點了一杯 老闆娘最討厭的飲料 聽說出我手上這一杯 那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為什麼我們那麼討厭 為什麼討厭它呢其實是因為這個 香油麗汁水果茶它的成本很高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不容易多香 我們裡面是真的假的水果 我們都是用很好的茶葉去泡的 希望讓大家喝到好的茶飲 所以成本很高 那為什麼做一個茶的成本啊 有些人很便宜 因為都是不好的茶飲 而且有些 舉例嗎 我沒有說我的意思說 因為我以前是每天都要喝兩杯醇鳥的人 然後當時就是有很多品牌喝了以後 擦身的食安味 那是我每天都喝的 那我就想說天啊我每天都喝竟然是什麼東西啊 所以我就很擔心 所以後來開了飲料店才發現原來 很多的茶飲為什麼這麼便宜 是因為它不好吃之外 有一些是噴了香精的 因為現在台灣的市場裡面很強調 CPG 他們就會去找到很便宜的東西 對 你剛剛說很討厭它 它成本比較貴嘛 對 那相對它的賣價也會比較貴的 對 那你怎麼去看在市場 是不是真的還是會有一群人喜歡這些 真心好的東西 你的價格也沒有比一般的飲料店貴太多 所以等於是我們店家自己吸收的成本 就是我們沒有要賺很多的錢 就是我們的毛利率會比一般的店家來的少一點 但是我覺得可以做好的飲料對我來說是比較重要的 為什麼你一開始要取這個可愛的名字 我是想讓社會大眾很有共鳴 因為我們都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在家你會被爸爸慢慢念 去學校會被老師念 甚至你的男女朋友會對你心情 你很打工會被老闆念 對 就像這種老闆 幸福企業 好幸福企業 人工都很愛 現在的人壓力很大 很常會很想對別人說 不要再給我尖叫了 所以這句話是想讓大家很有共鳴 對 那到底現在有多少個點在對客人尖叫 台灣目前有11家 然後海外全部加起來 目前有19家 今年3月會進軍美國 美國 已經開始在籌備了 像我們之前已經去了日本啊 香港啊 北京 廈門 成都 然後還有馬來西亞 接下來還有很多其他海外的地方 都要慢慢的開之三月了 台灣之光 點燃就是一個小巫婆 沒有 這麼好帥 30塊一定要搖多久啊 真的 你講到搖了 沒有搖 你知道很多的藝人喔 都馬上是掛名經營的 天之手 藝人都是弄一張臉 你自以為漂亮可以賣一輩子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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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人是每一天在辦公室 都會自己調自己的飲料 也要喝什麼啦 招牌要不要 真的我們好像應該要喝招牌 但是我考你一下 你要不要先把招牌這個東西 跟我們借起來 包含裡面的用料 我們的招牌呢 是冬瓜菊花 其實這個飲料本身 是我自己非常喜歡 對嗎 招牌最討厭 但是我覺得冬瓜茶好膩很難喝 結果呢 我們在開發這個飲料的時候呢 他們硬是把冬瓜茶加了菊花 結果 超好 真的嗎 真的嗎 因為我們沒有另外加糖 我們就是冬瓜露 然後再加了菊花水加在一起 結果發現 冬瓜露本身的甜味很重 所以喝酒會膩 但是菊花水是非常清香的 融合在一起後 就非常的清爽 所以反而可以把那冬瓜露的 濃的那個甜度 融合在一起 所以就變成是我們的招牌 大家都覺得這味道很特別 我們剛剛就要烤你 說不定自己下去挑 可是你剛剛說的那個飲料 那當然你可以啊 那個比例很重要 而且我們是做漸層 漸層美感很重要 一般人是要學的 真的假的 好那我們就等你來搖一杯有漸層的囉 好 首先呢加入我們的冬瓜露 然後呢加入我們的菊花 我們都是用蒸的菊花 讓大家可以喝到 紮實的菊花片 好 然後要做出現成的敏感 接下來倒露 老闆再催奶快一點 好好好 我們是做漸層的 所以 小姐她要等多久 快了快了 OK 你第一面吧 噹 這是我們的剛才剛才剛才 好 好 紫青 就要弄出來沒有搖啊 我們的飲料重點就是 漸層飲品啊 你們就剝削消費者 還要消費者自己搖 自己搖 自己搖嗎 不是因為讓大家美美的拍照以後 就要均勻小拜再飲用 然後這樣一杯飲料 就很輕鬆搞定了 就是因為你這種不良吃飯 所以很多的那個年輕人都覺得 不如不要被老闆管自己開公司 或自己開店 我們今天要跟別人不一樣 別人都會提倡創業 然後什麼斜港青年 我問你 聽說過最扯的那種開店的想法 或是你覺得 開店那一年輕人有一些很好笑的 天馬青火想法裡面 最大的delay 最不能接受delay是什麼 就是他們覺得有錢什麼都能簽 就沒有開店 有錢是多少錢 我要有錢 我要開店 我要有錢多少錢 三萬 我遇過那種來問我說 我想開店怎麼辦 可是我沒有錢 沒有錢要怎麼開店呢 那找我啊 沒有錢 他就好像以為我開店很容易 還有沒有什麼 你覺得說天啊 孩子你這樣看 有 我遇過一個朋友 他很會煎牛 然後我也承認他很會煎 可是他就是 他煎著很好 但是不代表他可以開店 結果他就開店了 然後呢 然後兩個月就跑了 攀聽喔 或者是這種食品 前三個月都叫做 好友修廳 兩三個月後 如果你沒有坐起來 好朋友也不來就擺 沒有回頭課 對 我們剛剛給大家的建議就是 第一個要有錢 才能開店 第二個要有技術 我們本來就是要開店最貴 一開始要選那個店 就是店主 對 我們要快問快感 你可不可以快速喔 譬如說 這家店十萬塊 店主 找我一個算算算完以後 我這家店 一天要賣多少倍 如果是十萬塊的話 你的一個月營養就要一百萬 一百萬除以三十 等於一天要三十三萬 差不多 三萬三 三萬三 這一段不要卡 三萬三 天天都看財寶 對啊 我都上計算機 一天要三萬三 三萬三要賣幾杯 如果是飲料的話 我覺得很難 十萬塊是撐不住 所以我們飲料店的店主 不可能超過十萬 都是六萬塊 六萬塊左右 你要控制在固定成本是 月營養額的10% 所以不可能超過六萬 那如果說你看 我叔叔伯伯阿姨全部來打工 我的人事成本大概要幾個% 30% 如果是以六萬塊來消耗 等於是十八萬的成本 人事成本以下 你的租金是固定成本 所以你的原物料也是抓 18萬以下 這樣你才會應收增加 除了剛才沒有算出一個十位數 你現在他算得還蠻清楚 可是你不會有那種 覺得這個地方一定開店會紅 沒有一定會紅的地方 最討厭那種房仲會跟我說 我看一下是黃金店面了 沒有那就是 不要去聽信房仲所謂的黃金店面 因為你一定要自己做功課 那你怎麼看那個店 我們等一下來走走 讓子晴帶我們來看店面 好沒問題 子晴我跟你說 我們剛剛從店裡面走出來 其實一般人不會把第一家店 開在小巷子裡吧 這是什麼 奇怪想法 啊 你沒錢 老實講我們真的一開始 不對要選擇 我們一開始鎖定的是東區 對啊 你東區應該也有了吧 東區也有 第一家來不及 真的找不到 我們真的找了大概三個月 都沒有適合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想說 不如就轉到我們原本 設想的第二種距點是東區山 對 那因為其實我們的飲料 是比較的適合 大概十八到三十五歲的女生 所以我們設定的這個區域 其實都是上班 是很適合上班 就是南西商圈上班 其實也畢竟是 剛開始 不是假品牌 所以 就算被大店 也不一定會有人來買 要是說 那因為這一條非常的熱鬧 因為前面有運動品牌 設定很多的咖啡廳 對 然後剛好因為這個咖啡廳 幾乎每天都要拿號碼排隊 喔 我知道 那真的蠻多人在這邊 就會看到我們的飲料店 就會想說 喔 就幫我們當了廣告主持 是 幫我們做了很多的宣傳 那你一開始 是不是在研發的時候 就覺得 網紅見稱的事情一定要存在 我覺得啦 如果飲料好喝之前 你要如何讓客人指中上門 對 可是你沒有做一些造型 拍杯子造型 其實是一些很笨的事情 對 所以我們就是 在飲料的漸層上 做了一些特別的畫面 讓客人會 要他下來拍照 拍以後發現 欸很好喝欸 他就會變成是我們的客人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位 超有趣的 他就是我們 現在這個南京商圈 有沒有最新的一個劇點 那其實 這三年商圈變化也很大 對 其實一開始我們來的時候 真的沒那麼人喔 對 譬如說有些商圈一定會有好跟壞 那可是一開始卻沒有想說 人潮也很多的戲劇嗎 戲劇也有想過 但是我覺得 跟我們品牌的整個形象也不太一樣 對 而且因為我們的飲料 賣很多的是咖啡品像 那一般年輕人就是喜歡 我們一杯三十塊 很大一杯這樣子的 對 那可能他們的需求 就不是我們的主權 所以一開始 我們其實沒有把重點放在戲劇 我們不論哪一個年齡層的客人 都有一個很討厭的心態 就是求新求病 對 那妳怎麼看待研發的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年輕人就喜歡新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很常在變化 我們會推出一些限定衣服 然後會推出一些季節衣服 所以我們就是想讓大家 在三個月一記的時候 就可以喝到新的商品 所以我們其實每一天都要研發新的口味 盡量是希望跟其他的品牌是沒有強控的 懂 很難吧 太難了 那妳們還是會變成是說賣得最好的 譬如說前十名留著 可是可能後面的二十到三十個 就全部都是換的 今天其實很開心來到我們本店 我們接下來要去神秘的地點走走 讓我們拭目以待囉 好啊 Let's go